迎接农历新年大扫除 华联市公所呼吁民众响应国家清洁州 北区华联市吉安乡以及新城乡 从即日起开放民众登记大型废弃物清运 每户免费清运一次且限运三件 华联市从即日起开放登记到1月6号 新城乡5号起受理申请 吉安乡则是去年率先完成统计 3号起开始清运 农历年前家家户户都会大扫除 这段时间不仅垃圾量大增 也因为太换家具 大宗废弃物就必须交由清洁队人员回收 华联市清洁队长吴沁展表示 国家清洁州将在1月13至19日实施 清理大宗废弃物需先行预约 提供免费清运服务一次 一次限运三件 可清运如电视冰箱沙发衣橱柜桌椅弹簧床等 今年的话是在1月6号下午5点以前 都可以跟我们华联市清洁队登记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3-8233-818 只要打这个电话到我们对部 我们办公室同仁周围做一个登记 我们每家每户只能可以帮你们清运一次 一次可以清运三大件 当然所谓的大宗废弃物 就是废弃的冰箱电视床主 这些都可以的 国家清洁周不外乎就是清洁的工作 那我们这边除了环境的维护 还有清洁之外 同时也要呼吁 我们应该将我们住家 不管里面还是外面 有一些积水容器要做一个清除 那避免有登革日并没稳的产生 花林市民众集一起可拨打038-233-818 登记安排清运 预约登记到6日下午5点前 竞节队会在9日至16日期间 依各里排定清运时间前往 吴庆展提醒 竞节队员不会进出户家中搬运 请先行将大宗废弃物搬至门前 不可夹杂其他非大宗废弃物的垃圾 而20日小年夜即21日除夕 上午10点起执行清运和资源回收 夜间不收垃圾 22日初一至24日出山全面停止收运垃圾 还请相亲留意 记者长包演黄林师报导